我們都會鼓勵用一些適時的讚賞和鼓勵 適時的讚賞就是當小朋友當下做了一些合宜行為 或者期望行為的時候 我們就著那些時間那些情況下 我們即時會告訴小朋友 你現在這個行徑做得不錯 我們是具體地清晰地告訴小朋友 這些都會幫到他掌握自己應該要怎樣做 我們也在說 可能是要給指令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需要拆細一些步驟 因為有時可能小朋友 未必同一時間聽到很長的句子 我們如果拆細步驟 有助小朋友當中聆聽之後 他去掌握自己要做些什麼 跟著他可以跟著做的過程 他成功機會亦都大 其實亦都幫到他學習 自己有一個能力感的提升 知道自己其實我做得到事情的時候 那個過程他就會有個信心的提升 幫到他的那個自控能力 亦都可以做好些 其實家長可以調整一下他們自己的管教技巧 可能好像剛才有說的 一些表達、一些指令的時候 我們用簡潔、清晰、易明的方法 告訴小朋友 讓小朋友容易吸收 另外我們都會點出小朋友做得好的地方 在過程裏幫小朋友 可以繼續建立一個良好的行為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獎勵或鼓勵的過程 亦都幫小朋友去消減一些不良的行為 或者非期望的行為 在過程裏幫小朋友 繼續建立一個穩定的行為表現 而在過程裏我們亦都會有些行為治療 或者小組訓練的模式 其實都是透過模仿、經驗學習 幫小朋友學學習去分析 那個事件的因果 期望行為、非期望行為 如何去學習指控 然後帶回到日常生活裏 讓他可以持之而行 在日常生活裏有他的進步 如果涉及藥物 我們都鼓勵家長 其實是諮詢小朋友的注診醫生 看小朋友的藥物治療方案 因為過程裏 他亦都可以按照小朋友的狀況 給一個合議的建議給家長